这场相声山西嘉县表演者 盛晓菊 李九重 谢谢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刚才这两位老师说了一段 我们后台非常优秀的两位演员 陈九福和吴可诚 二位说了一段传统的相声 叫 我没听 这么好的作品你没听 哦 什么呀 我也没听 下次你就不要着急批评我 反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 两位的也是魅力无限 给大家说的也是开心的嘎嘎笑 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下 稍作调整 把这口气一键掉 换上我们的 吓就死了呢 这种演员活着干嘛 必须死 我们后台有规定的 每个演员上场之前 我们有舞台监督 上场之间都会炫话 等我们炫耻一番 你们两个人上去能把观众逗乐了吗 别吓闭下点的 说话 能不能 能不能给今天在场每个观众逗乐 说 这是把什么逃出来了 枪 这是枪啊 我看你掏的位置 他把肾掏出来 有掏剩下人呢 枪 罗威师还有枪呢 什么枪 水枪 水枪 还是水枪 哪是掏出来的啊 水枪 就是水枪 里头装的就叫硫酸呀 有威力 抛出来 请得演员们这个太阳穴的位置 哎 能不能给今天的观众逗乐了 说话 当时这个气氛就凝固了 当领导 那太紧张 他不发誓了 还是发誓 刚才发誓了 沙血为萌啊各位 照这个血管 把阿姨当下去 把血管蹲出来 就把血管蹲出来 往那个领导去灌一头 那么灌一头 撒点盐 他的作品第二天会出现在早事儿呢 出血痘祸嘛 这不是 说 说 挂马那时候 挂马把血管系好 再有点 拿交代 交代 这样 领导发誓 领导 领导 现在你要贫血 要贫血 但是我发誓 我上学也好啊 是发誓 上来照相呢 这个人 发誓三个手 知道 知道吗 知道吗 你这领导 开玩笑 发誓是这样 发誓是这样 这样 领导发誓 我上去一定给观众勾勒了 放心的领导 然后鸡眼汤来往上走 保证给各位斗勾了 刚才那俩人也没保证了 上台说了半天 我看大家都没怎么笑 回后才拖大话的时间 领导在后转掏出那个刘三枪来 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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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滋死吧 谁说这些热事 哈 不信 为什么您各位每次来 看到的都是 心面孔 因为老的都滋死了 所以说咱们要好好说 下周年再来就赶上我们两个口气 不可乐 也要全乐 给我们一个重生的计划 我们岁数小 尤其我是这个团队最小的一个演员 岁数比较小 未成年 呃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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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 别闹 未成年 啊 啊 未成年 怎么了 多大 多大 未成年 未成年国家有没有规定 多大算未成年 规定了 啊 规定 我就按着规定走的呀 未成年 十八九岁叫未成年 什么时候改的 哈哈 什么时候没有通知我呀 那一个体 你看着那是未满多大 73吗 哈哈 你觉得你能活到73吗 八岁 未满十八多岁 未满十八岁各位 未满十八就算未成年 对呀 对不对 你呢 我就未满十八 嗯 你什么 你什么 不要起 后妞 哈哈 你未满十八多岁那你多大呀 干嘛呀 对对 你相亲哪 我多大 什么工作单位 谁跟你相亲啊 我有男朋友 哦 哦 为什么要忘了咱俩的关系 哈哈 哈哈 真来说啊 多大 未成年 我今年的年代啊 咱们各位咱不能瞎说 啊 说什么 八岁 嗯 行吧 差不多累了 那大伙瞧你笑话 你打得跟做旧了 这个人啊 八岁 我八岁还做什么就 您说实话到底多大 不得撒谎 啊 实话实说 八岁半 对 像我这个岁数啊 你应该在家吃奶 有人说那你非要是出来工作呢 为什么 奶没了 所以我说 自食其力 学长 八岁半也不像话 你要说你喝奶我还谢 八岁半 你干嘛你干嘛呀 人大伙都不谢你说多大 半天人都没说就年了 八岁九岁八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跟天倩人说的那个 哈 喵 谁说你的ves 了 人大伙都不说いにい if 和 ye if 什么呀什么 你别启鸿啊行 Origi was a wise 实话,当时12,我9岁 一 错,你看 谁说错了 我说是拍外人的,半岁半岁上 我说你想怎样 说实话到底多大 不丢人 这有什么丢人呢 那当各位医师父母啊,咱不能撒谎 实话实说,站在舞台上 我真实的年龄 十四岁 一 你们还能不能再大点声 真的 行了 再招了 这个 你都大 十四岁 你 我 十四岁 十四岁 真十四 真十四 和我同岁 和你 捡起来 把脸捡起来 要脸吗 还我跟你同岁 我都十六了 刘大哥 你叫我大哥 我教你书中分 哎 不管多岁 站在舞台上收下的 都太开心 就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以后来说 今天的天气不太好 阴雨连连没有下起来 但是空气 这不废话 那都是成品成员 令人没有下起来 天气又有点闷热 大家还能坐在这个剧场 听我们这说相声 作演员 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爱谢刘女 我们做得晚 我们也要好好演出 把我们最好的状态奉献给您 走上舞台说了半天 闹了半天 大家对我们也不太熟悉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尚小菊 是德云说的一个小学生 不要不要 这段都不要鼓 真的 这段不要鼓 来 不要鼓 不要鼓 不要 这段的话 对 好 你们这么好控制吗 所以说我听不听你说什么 但是我知道应该是 你 你 还站在舞台 小眼睛 没有什么名气 介绍在我的大藏 我 也没有名气 我又一个 你先推我多 你介绍 我再介绍 其实还是我 我不是说不介绍你 完全出一种保护 站在舞台上 我们这个搭档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我更多的能给你的帮助 真的要给予你 给你的保护 真的要给予你 我们一个豆腾的演员 说的话 分工过程 台词量非常的多 每天说那么多的台词 大家都不记得我们 你们一个捧人的 没有什么台词量 崩啊 这是 OK 去你的吧 两个前的量 结束了他今天的工作 没有什么内容 所以难免 镜头就少 看你的人就少 记起你的人 就会没有 没有 您得介绍一下 你没有你介绍 为了掌声 大喊声 你知道没有 你还介绍干嘛 您说一下 你觉得会有吗 没有 您也介绍 随后你说 我别说他叫李九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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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高财猫 你干嘛 你刚刚你去不香吃了 我一看 你不见哪 你把我看一看就有了 啊 其实来说啊 不管是我们的摄神 站在舞台说笑话 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我们的工作 一定要去认真的对待 我们的一向所认为最好的工作 其实来说说笑话这个行业非常的简单 是吗 无非就站在舞台上说话 诶 与各位近距离的交流 语言的艺术 语言 其实可能大家亲中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什么疑惑 就说说话这个东西啊 您各位也会说 我们也会说话 是 为什么您各位花钱买票 听我们说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要脸 我们喜欢这种抛头露面的感觉 当然我们也是学习过 研究过 中国的语言莫达精神 甭说一句话 拿他一个标点佛号 他的意思不同 各的地方不同 引发的误会 他也会不一样 是吗 这叫说的这位老师的故事 我 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姓李 对 叫 王久能 他这个名字 他这个名字 我是个日本人 是吗 谁叫李王久能的 我姓李 叫 还是四个字 姓李 叫李九重 对 他可以看他的面相 看起来岁数不大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都满着正面了 岁数不大 华华梁 上温见喜 对 嗯 看看 卡哇尔 我喜欢我啊 不喜欢卡哇尔 站在舞台上 所以 确定不是来打场 没关系 真的卡哇尔 小猪佩琪喜欢吗 不行啊 那你就再扫手了 我现在还追 嗯 那你说话 嗯 长得又比较的可爱 但来说他岁数挺大的 并不是说 所说的十四岁 今年三十六 不信吗 我说十四 别老说那么大 三十六 四十 一 他快要死了 这头好奇给我打发 真的快要死了 我也是真爱你 谢谢 其实来说 我的岁数比较大 结婚了 结婚了 娶了一个媳妇 那真是窈窕淑女 好看 特别的好看 他媳妇真的是 貌若天仙 一想之美 身材真的是前途后强 对不对 我说到这就有那种画面 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比划一下 他其实叫身材 就是这是前软 这是后边 妈 没事 你早去我们家 你干嘛 你有身材还可以啊 我这也夸张 身材比较优秀 大家说这就是正常的工作人 上班跟咱们这个不一样 因为我们上班 大家都有这个来的多的观众都熟悉 下午演一场 晚上再演一场 晚上那场结束呢 可能就是十一二几天 可能回家也会比较晚一些 他媳妇就正常上班 早酒完酒 完事下班了 到家就会洗洗涮涮的 但是他 我们那边的意思 该怎么说怎么说 他媳妇有一个毛病不太好 什么毛病 爱干净 爱干净 这什么毛病 洁癖 爱洗澡 不是来说回家了以后 他就先洗澡 洗澡的太正常 但洗完澡 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 我也说过 我还去冷冰 说了少 说了少 我说该帮助就帮你 我用你帮助 你先穿上 谁再穿 你先过来 我媳妇不穿衣服 你怎么知道 你干嘛 穿那个人 说来有没有忘年 你怎么知道这事 别别打 打啥 啥呀 打啥啥子的 我不是 我穿衣服 你怎么知道 怨我吗 我的朋友 废话 怨我 怨得着我吗 废话 我不看 行吗 他人家房子特缺德 他人家房子是那种 玻璃房 很玻璃房 三百六都无死眼儿 你知道吗 连这个淋浴喷头 有几个眼儿 我都能看清楚 真是的 我们家这是房子 也是砸干管 他也是 后来 安脸了 后来安脸了 就说 哎干净嘛 干净 你们两口 你跟我说的 那天喝醉了 喝了两瓶血 闭醉了 完事说 到我们这些 我这就叫鲜呗 你知道吗 我只叫喝醉了 爱鲜呗 别那么乐 你收起来 哎呦呦呦 皱了你 你这棒子 皱了 皱了 我们其实在家 两口的一块住 穿不穿的又怎样 就没有外人 没有外人 无所谓 他下班 好歹他这个经济条件好的一些 是 我们下班有的时候骑自行车 能赶上公交就坐公交了 看他那个就开车 有一车 自己有一车 那个什么 雪乎兰吧 对 雪乎兰 七首的雪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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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首的 可鲁兹雪乎兰 可鲁兹雪乎兰 好呀 老点老点 这太好 看车牌都能看出来 那车牌是那个清A的 清海的 清朝的牌子 你知道名为吗 明朝 清朝 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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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娃 弹骨 女娃什么吃 做工夫人啊 您就说这个 车 车 旧店 旧店 当我们七首 难免 有些摄吃 它就比较简陋 它就比较简陋 能开着无意 能开着无意了 每天开着车 哪有那种摇滚的感觉 喜欢开心 啊 喜欢开心 上车以后 挂他 挂他走 我爬不进去 那我爬不进去 我开车 我就浪浪了 就大家刚才我所提提到 七首大奥特劳 鼓入不圆 鼓入不圆 它是那个平行寺边前的鼓入 这棍子管 有这种抖动法 喇喇喇喇喇喇 往这边 好 我的同心 到家以后啊 把这个车停好喽 从后备箱 拿出一个铁链子 把车锁树上 我刚才是怕铁链子丢了话 上楼回家 到家门口是 当当当的敲门 就听李温过来给他开门 门封锁流 是他的爱恋 没有穿衣服 没有穿衣服 不出我所料 没有穿 没有穿 当时他看的那个场面 也是 也是有一点点的尴尬 因为毕竟那天 那个 你这个一个楼 不住你们家一户 住了三十多户 那天是扛脚 都开门住了 知道吗 就会看我媳妇 都是瞎说了 但是啊 做爱人之间 简单的攀谈两句 别问问他 哎 金莲 你怎么 我媳妇叫金莲 你说什么 有耳朵得塞帮笛的 知道吗 有耳朵塞帮笛的 你叫金莲 阿里 阿里 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 这衣服怎么不穿了点啊 这样就出来了 她媳妇说句话 她很开心 哎 我知的是你 她知的是你 不是外人 两口非常的开心 接着过日子 对 同样是这句话 各位 换一个吊门 两个人非得打起来不可 不会吧 她下班了以后 大家一枪门 门分左右 她媳妇给她开门 洗完早没有穿衣服 感觉那些心情差了一些 说话的语气也正了一些 怎么说 哎 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 她媳妇说句话太有意思了 我媳妇说 我这都是你呀 好玩呢 下来我弄你 这些都是编的 语言能背 语言能背 为什么我了解 我有一个朋友 是这个山西太原的人 他呀 这朋友太有意思了 他没上过学 没上过学 平时的交流 就靠这个写字 写字 画个写字 画画 说白说白就画画 有一天呀 请我们吃饭 定的是十二点 十一点半我就到了 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去的都会偏早一些 到了这儿以后呢 他还请了一位陪课 这个陪课到了十二点都没有来 于是我的二哥就画了一张便条 怎么画的写字 我刚才说了吗 他不会写字 哦 不会写字 什么画东西 画了什么呢 画了一个小孩 弯着腰 一手捂着屁股 一手捂着嘴 这什么意思 我还没看懂 打发门口的小朋友 就给送过去了 小朋友送完 不一会儿小朋友回来 人没过来 也带了一张便条 打开了六十一幅画 画了一个鸟笼子 鸟笼子里头有一个王八 王八身子在笼子里头 头在笼子外里头 二哥看完这封信收起来 得了 别等了 咱先吃吧 我说通话 别吃啊 你来回两幅画 我还没看懂 这什么意思啊 您给我解释 这回二哥不认字 就画画跟交流 我说您刚才送过去那封 画了一个小孩 弯着腰 一手捂着屁股 一手捂着嘴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告诉那位呀 午后请他吃饭 我这屁股就是午后啊 好脏哦 那他送过来那封 画了一个鸟笼子 鸟笼子里有一个王八 王八身子在笼子里头 头在笼子外头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他告诉我呀 大盖抽不来 大盖抽不来呀 我说你太有意思了 行行吃饭 因为我们俩俩官 你真好的 是这个拜了靶子的兄弟 吃饭呢 酒过三群菜过不贵 我说二哥 下礼拜不能陪您吃饭 我要去山西太原 有一趟演出 知道您是那的人 你有什么让我家带的东西 钱财之类的 您可以给我 我帮您带过去 行您别说 您这么一说兄弟 我还真有 您本身我就是山西人嘛 您去那你帮我家带的东西 说完话 二哥拿出两样东西 什么样 一封信和五百块钱 一封信和五百块钱 一封信是五百块钱 说这个信你这个你拿好了 到了这个山西太原 你找新干村的酸老爷 那是我的父亲 我说行 没问题 简单解说 拍了一封信和五百块钱 我就上了火车了 坐火车去 坐在火车上 长路漫漫 无心睡眠 我也没带个游戏机什么的 我也没带会儿书 我干点什么呢 睡觉 睡觉 朝一乘务员 小戏不长话 好 这些是小 睡觉 好 好 我就一个人都说 哦 什么好主意 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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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拆信我就开信 拆信像话 干什么 等会儿 你别老说什么 废话 拆人信 你这地 摸多像 摸多像 谁摸你 拆人信件犯法 你知道 我拆你信了 我拆你信了 我拆你信 你懂什么呀 偷看别人隐私是一件很宽爱的事情 啊 你就不想知道是什么吗 不想 想就不要欠了 那打一下看一看 看看 那你看 呦 什么玩意儿 又是一幅画 画了七个落 落的旁边画了一个大树 树上面落着两只苍蝇 树下面画了四个王法 梁花酒壶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这什么意思啊 困不实践 没看过 困不合 看完了就困了是吧 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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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 睡觉 睡完了以后呢 这就到了 到地儿我肯定是要先演出 对 演完出以后 我在山区溜达溜达 我会买点当地的特产的 烟祸酒之类的东西 也就这些 买点 一看啊 酒我不怎么喝啊 买点烟吧 行烟我抽 你抽呢 就买给你 行烟 不怎么抽 我一看这儿写这个 山西特产的特产烟 这什么假烟呢 人家这个多写两次 特产 我问了 老板 哎 老板 哎 这烟怎么卖啊 烟 小伙子 您这人买烟呢 对对 多少钱 这个一百 一百块钱一条 这是我们这个当地的烟 当地的特产 有意思有意思 一百就要贵 便宜点啊 还有滑滑件啊 您说您说您给多少钱啊 四块五怎么样 我比较实在 我比较实在 没想到这老板比较实在 他怎么说 滚 哎 我通过这个滚的语气 好像摸索到 他不太同意四块五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一百块钱谁缺了一百块钱 也不贵 从这儿掏一百给他 哎 买完了烟 看到了钱 我想起来 我来这儿还有事儿呢 什么事儿 找我二哥的父亲 姓高尔村酸老爷 送公 一旦耽误时间 赶紧就去了 三两太就给找到了 到这儿我当当当一敲门 他里边出来老头年过六十 我上去一居宫 我说 大爷您好 您是姓高尔村的酸老爷吗 对 那就是酸老爷 我跟您这个味儿就说酸的了 我说您儿子让我来的 哟 那儿子让你来的 快进来快进来 把我就给让进去了 那儿子让你来干什么呀 我说您儿子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哦 骗单了骗单了 我说这是一封信和四百块钱 您说好了 对啊 一封信和五百块钱 四百 五百 四百 那一百呢 那个买烟的 你拿人家钱买烟的 我自己有 我不就拿了吗 我上演的钱没有下来 这倒是实话 没有下来 所以说一封信和四百块钱 老头说您别招钱 老头说上话 打开的信 看个信 看个我 看个信 看个我 你跟儿子是什么关系 我们俩 点头之交 你说了 你们俩把兄弟 这个时候不能说把兄弟 把兄弟 都是一百块钱买烟抽 显得他人性多次了 点头之交 老头说不对 你跟儿子是把兄弟 他怎么知道 我说您怎么知道 您往这看 这里画了七个乐陶 老头穿性叫乐陶有讲究 五个围一转六个围一串 七个围一把八个围一帮 上面画了七个乐陶 上面你跟儿子是把兄弟 活儿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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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呢 你已经额大了多少钱 我哪里了 呃 四百 四百 怎么了 不对 大力不对 你说 大力不对 你看 往下看 这里画了两棵大树 树上就落着两只苍蝇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 我们说天气人管苍蝇 不叫苍蝇 叫 两只苍蝇落在了树叉叉 儿子告诉我 是 营叉 营叉 有树 哦 有树也是四百 嗯 那没写五百呀 往下看呢 树下面画了四个文化 两八九五 四八三十二二九一十八 这就是五十 是五十没写五百 八八二个鸡蛋 这算数来了 行 投降 就没算计我是吗 我说行了 这一百万点买电了 没关系 钱财乃身份之务 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我今天我就就走了 你走 你正常 你也给我带两封信回去 这是一封大一封小 大的是我写给我儿子的 小的是你嫂子写给你二哥的 不要拆开看了 我说行 没问题 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我说这两封信里边没有钱 不能 你这个人性不能给你钱 你可以啊老头 爱得醒了就上了火车了 坐在火车上 长路漫漫 不心睡眠 外面带着游戏机什么的 外面带本书 我干点什么呢 睡觉 拆戏 开心吗 先看这个大的 大的大鸡蛋 画了两个水桶 水桶上了两只苍蝇 参总有钱的事儿 不会帮我充卖了吧 会不会帮我充卖的 旁边画了一个大圈 一个小圈 小圈里有个产品 大圈里有个泡 什么意思 看小的 谁呢 谁呢 挑起成功就儿子了 有意思 哎 这个气太太悦了 其实你画的 看看 画了两只鸽子 一只鸭子 两只鸽子 一只鸭子 一共是四只鸽子 两只鸭子 旁边画了一个大象 象鼻子上卷了一把刀 插在了鹅的脖子上 底下画了一个吼 断开了 丝还黏着 旁边还有一点小木炭 旁边画了一个小孩 提平头穿一杯大褂 这手拿了一百块钱 这手拿了一条银 好像有我 没有好像 叫别睡了 下了火车 直接往二哥家 二哥你看这信 怎么回事儿吗 这信怎么了 您看这信里有我 我们家的信 怎么会有你的 你看看吧 行我看 你出去别传 我们家不认证 先看那个大大 大大 是他父亲 且叫二哥的 不是这什么意思 看完了以后说 得了兄弟 交朋友就将近这样了 你把钱给我送到了 哪写的呢 你看 这里画了两个水桶 我们山西人馆水桶不叫水桶 叫水烧 两个水桶倒着放 这说明是烧倒的 水桶上不到 两只苍蝇 我们山西人馆苍蝇也不叫苍蝇 但是我知道 叫银子 我画的钱也叫银子 对了 两只苍蝇落在了水桶上 这是我父亲告诉我 营造营造 伤到了 伤到了 旁边画了一个大圈 一个小圈 小圈里有个餐 剪大圈里有个炮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圈是茶碗 大圈是饭碗 这是我父亲每天想我是 查理斯 饭 万别有个炮了 就是饭 你想 不要跟爸 疯着脸 有意思 有意思 我看那个小子吧 小子不能看 小子我接到我父亲的信了 是你嫂子写给我 就这有我 不可能 你看着吗 行我看了 你别瞎说 我看紫性还在外面 我看完紫性 我二哥哭了 怎么还哭了呀 我哥哥怎么回事啊 怎么哭了呀 你可不知道 我跟你嫂子 我们是同养息 打小一块长起来 一起在一起生活 从小他就叫我哥哥 长大了也没改口 一直叫我哥哥 那不至于哭啊 你往这儿看 这里后来两只鸽子 一只鸭子 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这是你嫂子在叫我呢 她说 哥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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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不至于哭啊 你看 方正画了一个大象 象鼻子上捡了一把刀 插在了鹅子脖子上 连起来就是一句话 哥哥呀 哥哥呀 想杀鹅了 想杀鹅了 对对对 邪尽就想我了吗 底下画了一个藕 断开了四孩连着 旁边还有家小木炭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你嫂子每天想我 是长四短炭 这个不重要 当然不重要 底下画了一个小孩 提一瓶头 穿一颗大褂 这时候拿了一百块钱 这时候拿了一条烟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 我有个儿子不学好 偷我一百块钱买烟丑 真的好 谢谢大家